整整35年 从来没有一个 无党籍的立法委员当选过 过去35年来 基隆市始终都是 蓝绿轮正的局面 但是我们都知道 大部分的基隆人 并没有感觉自己过得更好 一字一句念出参选声明 无党籍前市议员 王省之强调 7月7日协和世界 环平的黑箱审查 是促使他 做出最后参选的决定关键 特别特别让我做 最后决定的原因 是因为7月7日在环保署 有关协和世界的违法审查 跟黑箱环平这件事情 让我觉得 我必须要做这个决定 因为在那整个过程当中 我们看到了 有五个立法委员 在全场奋战了五个小时 那我们群众都在楼下 待了六到七个小时 在过程中 是会非常非常感慨 那我们自己基隆选出来的立委 我们不太有听到他的声音 也没有看到他书席 那反而是其他县市的委员 特别在那个过程当中 保护基隆港 保护基隆市 保护我们基隆的海洋 我觉得是完全毫不保留 不遗余力 但是我们自己基隆 显然需要有一个真正能够为大家说话 能够代表基隆人利益 然后甚至能够为基隆港和基隆市说话的民意代表 王显芝出身政治世家 父亲王拓曾是民进党级立委 外祖父是国民党国大代表 但他长期投入社会运动 参选声明中强调自己的立场和定位 我的父亲是前立法委员王拓 然后也曾经在民进党内身居要职 我的外公大部分人不知道 我的外公其实是国民党籍的国大代表 过去也就是我们在讲的老国代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身上同时会经验到的就是 蓝绿本省外省的各种社会文化条件 那在90年代的时候 这种压力我觉得又会是特别特别大 那这段时间这样子下来 我们自己觉得在基隆市有很大的空间 是可以真正推动议题政治 用议题政治来超越蓝绿政治跟党派政治 也一直是我们工作的目标 所以对我们来说 我们不认为基隆市真正存在着 什么叫做蓝色的群众或绿色的群众 我们认为基隆市已经可以进步到下一个阶段 我们大家是用议题用政策来分辨政治倾向 那这件事情我们觉得在这次的选举当中是有机会可以促成 而且可以召唤更多的朋友 愿意超越蓝绿和超越政党 我也觉得这是一个可以让基隆市市民找到一种新的出路的过程 所以这次的参选对我来说它不是一个取得政治权力的工具和途径而已 它必须是一个发动基隆市改变的开始 我们会很努力的把这场选举就作为政治变革的起点 再三强调将用议题政治超越蓝绿政治方法 未来会陆续提出改革方案和证件 希望让基隆从蓝绿政治走向意识政治 成为大家在蓝绿以外的新选择 记者黄少民基隆报导 冬算 王群真